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有辨别力、定力和戒行 人不要轻信自己的能力,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定力 因为有些环境,你到了这个环境中,你会定不住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尽量避开考验自己的任何环境 比方说,你过去喝酒的,现在戒了 你就不应该陪人家到酒吧里去,因为人家一劝,你又会喝了 师父还说,如果你过去好色,你已经戒色了 你千万不要再去卡拉OK那些场所 否则你又经不起诱惑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卢台长 我是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同修 今天与师兄们分享 通过念经,我的外孙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 分到了明年最好的宿舍 我们生活在美国西部旧金山湾区的半岛地区 阳光充足,气候宜人 去年,我外孙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学白化佛法 观世音菩萨保佑他提前录取美国东部的长春藤大学 布朗大学 由于东部寒冷 外孙水土不服 咳嗽,胸疼,发风疹快 一直看病吃药,理疗 校方同意明年可以给他住单间宿舍 当他去看了分配的宿舍楼 觉得很陈旧 而且不能和好朋友住在一起 所以放弃了 谁知 接下来大部分可供选择的宿舍楼 离上课的教学楼要步行20分钟 在冬天下大雪时 步行的艰难可想而知 他后悔又无奈 对我们说需要助援念经了 他每天念经做功课 4月12日10点18分 轮到外孙电脑抽签 我和先生为他助援了两张自修经文 每张272遍准提神咒 又各念诵了两组108遍的解节咒和准提神咒 49遍心经 外孙自己也念准提神咒 我在佛台前祈求 宿舍抽签 一切听观世音菩萨妈妈安排 抽签时间到了 我外孙内急去了卫生间 一个同学帮他按了选择键 抽到了一个七人的大套间 两个双人间 三个单人间 外孙住最大的一间二十平米的单人间 还带个四平方的衣帽间 最好吃的食堂就在旁边 宿舍楼位于校园中心 到哪里上课都不远 我听了很惊喜 热泪盈眶 外孙感谢我们为他助念 我说要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给你这个小佛子最好的安排 他连声说 是是感恩菩萨 我们全家学佛念经 初一十五吃素 不杀生 已经五年多了 师兄们 念经真的很灵啊 捧起经文书 好好念经吧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沐浴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下 消除烦恼 离苦 得乐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 分享我修学心灵法门后 发生的灵验事情 三大法宝 使我考研顺利通过 2021年秋 我22岁了 准备考研 6月 我有梦境提醒 于是许愿念诵128张小房子 送给我的药经者 9月份完成后 又许愿 为考研之事 念诵49张小房子 妈妈在我考研前 为我念诵49张小房子 考研后又念了49张小房子 7月份 妈妈许愿为我念诵大悲咒一万遍 心经一万遍 在九个月内完成 因为我要花时间学习 功课虽从未间断 但做的不多 所以妈妈帮我念诵着 往生咒49遍 消灾即将神咒49遍 准提神咒49遍 解节咒49遍 在考研前的一个月 妈妈为我画了大悲咒 心经 准提神咒的自修经文 并在三个月内放生了1200条鱼 同时 我也在佛台前为此事许愿 不吃活的海鲜 考上研后 现身说法 将自己的学佛经历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为我开智慧 记忆力增强 保佑我考研顺理通过 2022年2月21日 考研成绩出来了 我压线进复世 并最终通过复世 被第一志愿录取 此时我深知 是观世音菩萨保佑了我 请大家坚信 念经 许愿 放生 一定会让您得偿所愿 心想事成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 两则学佛以来 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灵验事例 无比感恩 伐喜 分享1 南京菩萨梦中 为母亲治病疗伤 在我母亲72岁那年 冬至的前几天 一天早上 母亲出门 外面大雪纷飞 大地一片白茫茫 母亲脚一滑 摔倒在地 就站不起来了 我弟弟们 把母亲抬回家中 母亲就觉得疼痛得很厉害 几乎不能动 我们做儿女的 只能看着肝着急 剃不了呀 只能陪着疗伤 帮忙喷药 煎药 当时我们还没接触到殊胜的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 然后非常神奇的是 在母亲卧床休养期间 她持续梦到一位白胡子仙人 给她治病疗伤 每天给她贴一种药膏 治疗尾椎骨受损 后来 当我设心灵法门的佛台时 母亲一看到南京菩萨宝像 就惊呼 这正是她梦里 给她贴膏药的白胡子仙人 无比感恩药道病除的南京菩萨 快到农历二月十九时 母亲着急地说 菩萨救我快点好 我好能上寺庙 侍奉菩萨呀 这是我许了愿的呀 我母亲四十多岁时 已皈依佛门 成为居士时 就许下了 逢诸佛菩萨的圣诞日 要侍奉诸佛菩萨 就是要去寺院 母亲很着急 那天晚上 母亲梦中听到一个声音说 不要着急 这些药膏贴完就好了 赶农历二月十九 就能给观世音菩萨过圣诞了 到了二月十七那天 母亲走路真的就不痛了 分享二 三大法宝 助理八十一岁高龄母亲 平安度过劫难 在母亲八十一岁那年 一个月里 发生了两次生命攸关的事 第一次是因为小孙女 突然一下扑到母亲身上 母亲从床上摔倒在地 不省人事 一家人围着母亲 又喊又叫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慢慢醒过来 醒来后告诉家里人 说她刚才昏迷时 看见一个特别透明的小人 听到有声音说 这就是你 那个小人就是她的灵魂 十来天后 母亲饭后在马路上散步 突然一辆摩托车 把母亲给撞倒了 当时就不省人事 围观的人们赶紧拨打120急救 送到医院慢慢醒了过来 经过检查 确诊 右侧胯骨骨折 我们做儿女的 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一定要帮母亲 消灾化解 尽快康复 我们姐妹们 运用心灵法门四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学习白话佛法 助力母亲 希望她能早日康复 姐妹们齐心协力 为母亲念诵了500多张 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大概一万条鱼 并把参加法会 网上法布师 诵度白话佛法的功德 转给母亲 母亲一个月就能下床了 两个月能慢慢活动了 三个月走路自如了 六个月能跪拜菩萨了 真的是感恩菩萨的慈悲护佑 感恩佛法的佛光普照 感恩师的慈悲 救度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老鼠掉进了半满的米缸当中 一半满的米缸当中 这个意外啊 让老鼠情不自禁的 非常开心 他确定米缸里没有危险之后 他就躲在米缸里 吃了睡 睡了吃 他非常的快乐的生活 很快米缸就被老鼠吃完了 米缸里的米啊 全部吃完了 这时候老鼠才发现 他再也跳不出米缸了 一切无能为力了 这个故事说明 我们的生活看似平淡 其实到处都是危机呀 人就是在享受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会有灾难 很多人天天在生活当中 觉得自己身体一直很好 当有一天 他发现了自己生癌症的时候 他已经晚了 所以灾难一来 再去求佛 也就是灾食难用药 灵食抱佛脚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避开人间财色迷 修心修行不迷惑 不被红尘 神魂颠 一身正气 不会倒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